这里有著名的黄河湖口瀑布 金秋时节 这里到处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甜吗 甜 不管大多小个的 我说小的还不好 但小的也都好吃 相当甜 与湖口瀑布齐名的另一张名片 究竟给当地百姓带来怎样的财富 哎 太变了 哎呦 确实好 今天的身材有道 带您走进山西极限 生材有道 致富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 我是李云端 那我现在呢 是在山西省的极限 说到极限呢 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 但是如果说到这大名鼎鼎的黄河湖口瀑布 估计呢 很多人就都有所耳闻了 那您看啊 现在呢 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黄河的湖口瀑布 那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 是山西省 那在湖口瀑布的另外一面呢 就是陕西省 这个瀑布呢 是在山西和陕西的交界 那么来到极限呢 很多人呢 都是奔着这湖口瀑布而来 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呢 其实在极限还有另外一张名片 也是当地的一种特产 那今秋时节我们来到这里呢 正好是这种特产收获的季节 那这黄河湖口瀑布边的特产究竟是什么呢 它又给当地带来了哪些财富呢 咱们今天就一起去看一看 极限位于山西省西北部 西陵黄河 湖口瀑布位于山西省极限 与陕西宜川县交界处 湖口瀑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 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知道是不是在当地除了这个湖口瀑布之外 还有一样特产 知道是什么吗 特产 这儿的特产 柿子 柿子 油面 油面 泡膜 苹果的 这种特好 不管大多小个的 我觉得小的还不好 但小的也都好吃 相当铁 在这个地方除了湖口瀑布之外 还有一种特产 您知道吗 不知道 苹果啊 您怎么知道是苹果 我买了 买了 觉得怎么样 挺好 说这个户口瀑布之外 据说这还有一样特产 你知道是什么吗 苹果 你怎么知道的 这我们刚刚都买了 觉得怎么样 挺好吃的 看来这极限苹果在当地确实小有名气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 果农们都在果园里忙碌着采摘苹果 那么这小小的苹果究竟是怎样让当地百姓获得财富的呢 那据说呢 在极限当地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 叫做关湖口瀑布品极限苹果 那您看啊 我现在呢 就来到了一片苹果园 这个满眼望上去啊 都是红彤彤的 这种收获的喜悦感真的就是油然而生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首先来到这一片果园呢 因为我听说啊 这一片果园的园主 它一亩苹果园就能赚两万块钱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园子的主人呢 就在这园子里忙活着呢 咱们先去找它问问看 大叔 您好 您在这干嘛呢 把这水 就这灯这个果子这一片给挤一挤 就是像这个吧 你把它挤了吧 它就能够挡到全红 它不是这灯也用了 你看 你看 这边就一点 这边就 啊 我明白了 就是刚才的时候有叶子的时候 它挡着了这个苹果 它这块就是绿色的 不红 然后没有叶子 原来朝阳光的就是全红的 哦 是吧 哦 是 就是把那个一边挤的 就是它这个红的更好些 墙秦中是极限中堕村的一名普通村民 种苹果种了十年 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特别 我就跟糖葫芦似的一串 那我看到好多家的那个苹果都已经摘下来 然后庄箱运走了 那您家这苹果这么多 您怎么不摘呀 墙秦中说 虽然它的苹果采摘的时间要稍微持几天 但是甜度高 口感好 苹果的价钱自然也就高一点 这也是他赚钱的法宝之一 说到种苹果 强秦中十年前开始种植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赚到钱 第一年种苹果 强秦中四亩多的果园 全部收入也就一千多块钱 但是他看到别人家确实种出了好苹果 也卖出了好价钱 便开始琢磨着怎么能让自家的苹果 也卖出个好价钱 强秦中用了两年时间看书学习 向专家和其他果农学习种植技术 终于在第三年看到了成效 产量从一千斤到了一万斤 这让强秦中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不少 据说当地果农一般一亩地的收入在一万多元 但是强秦中一亩地却能赚到两万块钱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强秦中说细心的管理就能种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能卖出好价钱 在这个季节果园里的几百棵果树 他和老伴要一棵一棵地摘叶子 光照充足了 苹果颜色好 口感好 卖价也就好 除此之外 想要卖好价 还有一点就是强秦中所说的 苹果的个头要大 这上面有这个 就算刻度吧 就是它的规格 八十五 八十 七十五 七十 六十五 六十 就是用这个套到那个苹果上 就知道它这个直径有多大了 是吧 直径有多大 它根本就把数据吧 就应该这个规格大小 七五规格往上数点 哪一种 您看大概是七五的 没有 没有 太小了是吧 大部分都是个八两八五以上 随便率是怎么大 随便都是八五以上 就是七五以上的果伤会收走 还是 小的它们也要 它五年吧 就比方是 七五往上是四十块钱 七两两块 六五的一块 个头大 颜色好 口感好 产量有保证 这就是强秦中 一亩地能赚到两万块钱的 关键 今年您希望能卖到多少钱一斤 希望就是 给您 现在这吧 现在这就是 后来一三块 一三块 得了 那这几年 就是通过种苹果 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速度就快点了 天楼也 天楼这间房子 那里里里里里 爱吃 极限苹果获得了游客的好评 果农也卖出了好价钱 那么极限苹果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极限正处在一个就是海拔高 800到1200米 围砂大 周围围砂年平均是11.5度 古兆足 全年是平均是653小时 所以这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造一个极限苹果 好看 好吃 好住藏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让当地开始大力发展苹果种植 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 种植苹果的技术高手 陈武忠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您家的园子吗 不是我家的 不是您家的 那您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们合伙人 合伙人 您这个苹果是今天要卖出去的 是吗 这个是卖到哪里 卖到橙汁了 今天要卖出去多少斤 今天卖出去一万多斤 一万多斤 那这个这么一堆现在有多少斤 这堆一个四万斤吧 陈武忠的合作伙伴叫金建林 两人之所以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是因为陈武忠是金建林家果园的技术指导 我听说你这个技术是后来有所改进的 在改进之前和改进之后 这个种植这个苹果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就大了 现在原来没有改进的时候 我们才来一年就是个一两千斤 两三千斤 现在今年的餐量就是个七八千斤 明年大牌专家 咱们搞到全县 到全县搞两场大的轰动大的培训 这次培训完了 我们把这个兴致技术员 果业中心技术员 然后让他们组织去来到 各兴致各个摧尾再去培训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的话就是 我们把这些乡村的这个三心带头人 让他们到每一个村民小组 咱们再培训 陈武忠就是村里的三心技术带头人 村里很多像金建林一样的果农 都是在他的指导下提高了自家果树的产量 陈武忠的果园因为产量高 而在当地小有名气 一亩地八千斤左右 那一般的话种苹果一亩地能有多少 像一般像它就四五千斤 四五千斤 您这就八千斤 那您是怎么能做到这么高的产量呢 这一方面就是修剪的 修剪的问题 修剪这个肥水管理 陈武忠说 说起果树的修剪 在当年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咱们国费也就说 修剪了一点 他们走着普及财馆学习以后 开到人家的果树了 这才 回来才改进 人家说这次零三字 一课一课掏三四千个袋 全是大苹果 咱们生存天七八个字 今年把病毒掏了四五百 明年成下一百 改进技术 改进技术其实不仅仅是果树的修剪 更准确地说是果树的种植和修剪 因为改进技术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砍树和树上的组织 陈武忠说 当时是请专家亲自到果园里来操作 他第一个报名的做法 却在村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陈武忠说 专家做的工作 专业术语叫简密建法 这个树是老师每年 也纪念第四年了 他建了这一棵 生下来就咱 其实方长远老师也就建了 那就是这棵树是您整个果园的一个样板 对 人家建了是哪个字组 哪个字条 几几个苹果 人家丢了颗核的 你看基本上都是四个 三四个 这上面也是 隔头也一百大 隔头也一百大 你看这个 是因为结太多了吗 拿一个锅给它织上了 对 它这个字头都压好了 压好了 现在你想咱这减发以后 目的就是三十颗左右 以前就是五十五颗 你减发把它 空间也大了 这个工程也好了 银费也冲去了 就周边 周边 就是河南谁吃那麦头银 两个人吃一个麦头吃饱 一个人吃一个就吃饱了 就是这意思 就一颗就自己吃一个麦头 对 学习了科学的种植技术 到了2014年 产量有了明显提高 这减量提高了 不仅产量提高了 陈武中还被当选为当地的三星技术带头人 我们从全县八万余名果农 评选出420名三星技术带头人 三星技术带头人就是新思维 新技术新理念 当选了技术带头人 陈武中还要把科学的种植技术交给其他果农 金建林就是当时积极响应的人 如今科学的种植方法也确实让他尝到了甜头 两个孩子 一个现在生一个一个生长大了 一个是孩子小学 是依靠你这个种植物 都是靠植物 供出了一个大学生 而当问到陈武中的收入 他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数字 如今陈武中教授当地20多户果农 学习科学种植技术 也获得了越来越多果农的认可 那果农种出来了优质的苹果 如何把这些苹果销出去 销到更远的地方呢 据说在当地有不少的苹果经纪人 还有合作社 他们架起了果农和果商之间的桥梁 也让苹果有了更多的销路 离开了陈武中的果园 我们驱车来到了另一片苹果种植园 苹果经纪人崔凯正带领着客户 在果园里收购苹果 崔凯告诉我们 朱秀玲是今年主动找他合作的商户 今天他们在这里收购的苹果 价格一斤在两块八左右 极限苹果是要搞一个地理标志 我们都想搞一个大家合作的气味 极限苹果农产品地理标志 通过我们这个合作社对朱总这个考察以后 他基本上就没销过外地的苹果 全部是极限苹果 这个就符合我们合作社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给他授权使用 崔凯说 所有使用极限苹果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商户 都要经过他们合作社的授权 说到这里 崔凯的语言中透着一股自豪 你像这个吧 这是咱们广西玉林 他们就是颜色杂这个极限苹果标志使用单位 他的必须保证是正宗的极限苹果 所以咱们这个给他授权来说 对他的生意啊 包括知名度也是很大的 崔凯说 授权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监管 而授权之后 朱秀玲的苹果销售量有所增长 收购量也随之增加了 那您今年预计要收多少苹果呀 这不是三百多万吧 三百万斤苹果 就您一个人 能都销出去吗 能啊 那您这个苹果发到广西玉林的话 怎么卖呢 按照现在行情来说的 八五的能卖四块一二吧 那几乎呢 我这个的能卖四块左右 一年就是从您这销出去的苹果 大概有多少 今年可能就要增加 今年我估计最少保守也在五百万斤吧 在极县 除了有把果商引进来的人 也有把极县苹果推出去 带领大家抱团闯市场的人 朱爱民 是极县吉昌镇 一家苹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那您这个基地有多大面积 咱们基地这块有四千多亩 带领周边来有两万多亩 辅射了五六个项目 说到当初为什么想到成立合作社 朱爱民说 其实就是想解决销路的问题 出去光团 造这个销路 这一块比 还是就比自己出去带大多都是 肯定好 果农抱团闯市场 是朱爱民成立合作社的初衷 但是2010年成立合作社的时候 响应的村民并不多 社员只有四家 不过如今已经发展到了四百多家 今年收成怎么样 今年收成挺好 我们的就是七千 七千到八千 这么多 好这么多 今年天气好 今年天气好 那您这苹果收完了卖到哪 吹到冷酷 我们和合作是同一小时 我们做的是这个有机苹果 有机苹果 有机苹果 看大叔说起来特别兴奋 一看就是收获了 特别高兴 是吧 是 今天住个好 闫奥德是合作社最早的社员之一 说到抱团闯市场带来了哪些好处 闫奥德带我们来到了他的家里 是13年盖的 13年盖的 那之前呢 之前住在哪 之前就在咱们的土窑洞 土窑洞 哦 他就是我们就是靠种苹果 种苹果是今年的 看来种苹果这个收入不少啊 是啊 十多元 一年就是十多元 就是十八九万 一年的纯收入 哦 纯收入 怪不得那该新房子了 他给孩子买了车 买了车 买了车 大变化 哎 大变化 哎呦 确实好 闫奥德说 苹果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大变化 究竟有多大 我们又跟随他来到了以前的老房子 就这个 就这个 这就是您家 原来 就是原来我们家 哎呀 在这住了多少年啊 在这住了大约就是个三十多年吧 住在这里面原来是一个什么状况 没钱 就不能看着生活表面 就没生活表面 哦 就是这个 你看现在 现在我们正在转化这个有几个东西 那么现在就上过这个 上菜这个有几个成果 看啊 就是大叔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 又转到他的屏股上 确实确实 抱团闯市场 让果农不再愁销路 而根据市场需求 种植有机苹果 也让果农的苹果 卖出了更好的价钱 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村民 主动要求加入合作社 朱爱民说 今年预计有机苹果的收购价格 在美金三元到四元 现在最重要的这个小厨店 就是北京 上海 杭州 广州 朱爱民的合作社实行统一技术管理 统一收购 统一储存 统一销售的模式 果农们采摘下来的苹果 统一运到冷库储藏 经过机器分选之后 就可以装箱出售了 收购量特别大 人工费用高 而且这个速度比较慢 我们通过这个飞选机 每个小时能飞选四对苹果 它能飞出它的各种规格 而且它能飞出不同的红度 它的糖度 再一个就是能飞选出这个煤心病 今年小指就有五百万几岁 以后平均得到十万元以上 就是纯收入 那除了种苹果卖苹果呢 还有人是在自家的果园里面 坐等游客上门 而且呢这苹果呢 还能卖出个更好的价钱 那您可能猜到了啊 这个呢就是采摘 秋高气爽的日子里 我们来到了极限的东城乡 当地果农刘君洪家的 苹果采摘园里 异常热闹 从济南来的 从济南来的 对 所以胡河瀑布比较有名嘛 然后来这边旅行 那知道胡河瀑布 知道这边还有苹果吗 对对对 知道 觉得好吃 然后孩子也觉得好吃 我是从大厂来的 我爱人 他家乡就是在这 对对对 听起来的话 都知道胡河瀑布 也知道胡河瀑布 那边有苹果 感到特别自豪 特别高兴 好吃吗 脆吗 脆 甜吗 甜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 刘君洪的父亲 还特意编排了一套节目 推销自家的苹果 我刚才看游客一来 你就开始唱了 你唱的是什么呀 我唱的是我自己编的 自己编的什么内容呀 那就是宣传我们东厂 借用东城这个宝地 把我这个苹果给宣传出去 而在果园里 我们见到了正在忙碌的刘君洪 照顾大家的采摘 也得给小孩们讲讲怎么摘 你也跟我讲讲这怎么摘吧 摘苹果有办法 你现在这个苹果 手要往这放 掐着这两头 放个根 往上一凑就好了 我摘一个试试 这样呢是吧 掐着这两边往上推 看还是挺成功的 你原来以为是往下转 硬转 把姿势容易坏 这个单也容易坏 那如果这个损坏了的话 这一坏 这里边就没寄了水了 水就容易寄去了 你看 那这苹果也就容易 对对对 看来这采摘还是有讲的 有嘛 整个的一套一套都有工序 一套一套的 工序特别多 那您这采摘的话 这苹果多少钱一斤 有字的 六块了 没字的便宜一点 五块 五块 那要是不采摘 就直接卖给果商呢 直接卖给果商三块多 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 刘君洪说 他家有十几亩果园 除了种植苹果 他也在外面做过生意 对于周边的一些采摘园 也有所了解 所以今年在自家的果园 办起了采摘 老婆就反对 为什么 哎呀 老婆不让摘 要是 我们一次想买了 我们就买一些钱 你要是摘 没人摘 哎呀 果子不好了 买不上钱了 哎 耽搁了 收成了嘛 妻子的反对 也有道理 但是刘君洪 也想自己能够试一把 而且在经营上 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拿着一个小盘子在写字呢 哎 对 我们想给孩子 认领一个平安之树 就是苹果是吧 哎 对对对对 哎 让他向这棵树 平平安安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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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的成长 他们也给我把地址发过来 我们把苹果给他 就寄到他 如今在极限 苹果除了鲜石 也有了苹果的深加工企业 开发出了苹果的附加值 也为苹果又打开了一条新的销路 这趁着中国建训来 这是二一年 今年第三年 前两年 第一年 跟这小花的苹果一千兑 到去年就达到五千兑 今年即化达到超过八千兑 现在 极限的苹果种植面积 达到了二十八万亩 总产量达到了十八万吨 通过种植苹果 也确实让当地的果农 获得了效益 下一步 我们极限的苹果产业 将围绕着 园区化 有机化 标准化 品牌化 产业化 这个方向 不断地扩大种植的面积 提升苹果的品质 使极限苹果 这个品牌越来越小 成为农民 征收致富的 最有力的途径 人说山西 好凡凡 滴飞水 最美 我想 虎口瀑布和极限苹果 是极限的两张名片 随着当地苹果产业的发展 极限苹果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极限苹果的知名度 也在逐步扩大 当地的果农 通过种植苹果 他们的生活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今秋时节果农脸上洋溢着的笑容 就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那我们的采访呢即将结束 果农们呢还在果园里为收获而忙碌着 我们也希望这红彤彤的苹果 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 也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是李云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就在五元交易 价格这里决定全国走向 这儿倒价全国跟着走向 这儿倒价全国跟着走向 产品这里早已走出国门 国外的客户新家的话 最喜欢我们五元的挖手 看五元瓜子如何内墙外拓 形成链调式产业 敬请收看明天的生财有道